來到彰化深港冰二路 路中央寬16公尺的人形土布區特別顯眼 但卻鮮少有人經過 天氣好的時候 甚至會變成當地居民的亮衣場 路樹立廟變成曬衣架 自備竹竿 披上棉被大空間曬好曬滿 就是剛才吃水 不然什麼人要去 他們上級 不去改動 你要叫我們轉腳 我們要怎麼去帶動 赤茲3.1億元打造的大道冰二路 在2022年10月份落成啟用 開通至今已經一年 可連接台17線以及台61線 整條大道寬40米 除了兩側車道 扣除中間寬16米的超胖人行道 左右兩側車道各12米 比徒步區還要窄 當初規劃可以讓攤販百事急 或讓遊客居民休憩使用 甚至能帶動地方觀光 但實際看這條冰二路 夏天缺乏正硬 日照當頭 地理位置靠海 冬天東北季風強勁 攤販不願來 也鮮少有遊客出現 我們最常都說三一大道 我們不是披薩包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離職啊 設計怎麼設計這樣 鸚鵡完善配套措施 不僅平日使用率低 還被酸是曝曬農作物大道 還是戰備跑道嗎 彰化縣府說明 近日積極協調提改善對策 周遭居民指派 開通一周年的路 趕緊回歸當初的藍圖規劃 別再只是說說而已 三一圈許淑瑋 王子瑜 SNG小組 展望報道 此工程是王惠美擔任立委期間 基於地方發展需求 向經濟部工業局爭取 當時構想藍圖是希望能帶動 深港發展 吸引觀光商機 總經費高達3億1000萬元 通車後卻遭譏諷為蚊子大道 簡易的基本設施 水跟電 還有廁所 停車場 那基本上沒有這些東西 觀光客是進不來的 當初希望將深港觀光 馬祖和觀光景點點線面串聯 距離2.7公里 抵達濱海生態保育 白色海豚屋 往南可道縣隙溫載漁港 前進6.7公里 則是觀光盛地鹿港老街 若想到方苑鄉海空步道 欣賞濕地生態 車程34.3公里 距離不算近 所以濱二路去年底 完工通車縣府 原本打算移交給深港鄉公所接管 面對燙手山芋 公所百般不願意 蓝圖化的美通車後眼下問題卻一堆 若想要完善設施 更靠近當初的規劃 就得再加蓋停車廠及廁所 恐怕又得再砸約500萬元的預算 三零星中播 各種文化網站 二 derechos 那它還是新鮮民作為